哈囉大家好 我是盛智 今天我會為觀眾朋友介紹這一台 小媽的淋水鍋 那今天會用這個淋水鍋 來做出一道美味的湯瓶 那這道湯瓶就叫做 百菇藥膳湯 像這種冬天啊 喝這種藥膳湯 來溫補身體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來操作囉 材料的選擇上面呢 加入很多的食材 像是這個洪喜菇 還有出口冬菇 那這個藥膳包裡面呢 有甘草啦 當歸啦 還有一些什麼像是花椒啊 那湯裡面煮的時候會比較好喝 還有黑棗 紅棗 還有巴西蘑菇 腰果 薑 還有中藥材 枸杞啊 或紅豆菇 一起把它加進來 做一個燉湯的步驟 好 首先呢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食材加進來 湯 倒進來 在蓋一蓋子之前呢 加入一點點厚黑金醬油 讓它的湯底呢 比較浑厚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蓋蓋子 數據的部分呢 今天是用湯的部分 所以我們按1 先按這個選單 好 今天是用自動的方式來做 選擇1的時候 我們按下一格 那因為是做燉湯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按成9 好 一隻9 好 按確定 就可以啟動 好 那我們讓它燉煮60分鐘 這道湯品就完成囉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蓋 熱騰騰的湯品就完成了 把它咬出來 可以利用這個淋水鍋呢 保留我們裡面食材的風味 然後呢 整鍋 都會吃到非常鮮甜的食材 最後面呢 我們再撒上枸杞 放上香菜 就完成這段料理囉 今天用下午的淋水鍋呢 來製作這一道 耀扇的迅菇湯 短短時間呢 就可以做出美味的湯品 然後呢 吃到中藥材的香味 然後呢 還有迅菇的香甜 那這道菜呢 推薦給你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